二战刚爆发的时候 德国装甲部队可谓所向披靡 闪电式进攻震惊世人 但是当时德国工业能力毕竟有限 光鲜的只是打头阵的坦克矛头 装甲师的支援炮兵全是牵引式的 这些牵引炮兵推进速度 当然无法和坦克匹敌 但好在当时德国空军相当给力 斯图卡轰炸机很大程度上 替代了支援火炮的作用 到1942年时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 德国空军分散在广阔的战线上 并且逐步丧失了制空权 装甲部队必须依靠自身配属的支援火炮作战 当时3号和4号坦克是战斗主力 老式的2号坦克已不能适应一线战斗 而此前波兰 法国战役以及青苏战争前期的顺利使这种老式车辆的保有量相当大 因此用2号坦克底盘改造一种自行火炮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此之前德国人已进行过若干次尝试 包括在1号和2号底盘上安装150毫米步兵炮 以及在缴获的法国坦克车体上安装75毫米反坦克炮和105毫米榴弹炮 一个比较成功的车型就是在2号底盘上安装75或76.2毫米炮的黄鼠蓝2 所以改装在技术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时德国人计划了轻重两种车型 105毫米的West和150毫米的Hammel 这两者都是在改装的坦克底盘上安装开场式固定战斗式的车辆 德国军方只把它们看作过渡产品 希望还是寄托在专门研制的型号上 德国人对新式自行火炮有些不切实际的要求 比如封闭的全装甲结构360度环射能力 这两点虽然有点超越时代 但还是可以理解 因为现代自行火炮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点就实在莫名其妙 他们要求自行火炮的炮塔或者火炮 能够随时卸下来安装在固定基座上 然后空车体可以开回去安装另一个炮塔或火炮 反正我是没看出这个要求除了使结构复杂之外 还有什么额外的好处 所以到最后德国人希望的新式自行火炮也没出现 两种过渡产品大完全场 虽然一般都把这种105毫米自行炮叫做黄蜂 但总的来说只是个非正式的昵称 这种车在生产和使用中采用过的正规名称相当多 因为名称太过繁杂多变几乎给人以眩晕之感 所以一般就称为黄蜂了事 但是黄蜂这个名称1944年2月时也被元首命令禁止 理由据说是认为虫子不适合用来命名战斗车辆 但我觉得也许还有别的理由 150毫米的HOMO翻译为胡蜂 熊蜂也可以翻译成大黄蜂 如果闲着还不够乱 和HOMO使用同样车体的88毫米自行反坦克炮 那说你的早期生产型被称为HONUS 翻译过来也是熊蜂或者大黄蜂 总而言之就是一些类似的车子 风来风去 估计元首看了也是恼火 说个车型还得带本昆虫学词典吗 索性统统进了 所以当时人如果严格按照规定的话 要描述这些车辆还真挺为难的 黄蜂的设计是阿尔卡特公司做的 采用2号F型坦克的底盘 Main公司对回收车辆的底盘进行改造 加长220毫米 强化悬挂 将发动机移到车体中部 以空出后部安装战斗室 阿尔卡特负责生产车体上部结构和战斗室 来因金属提供火炮 最后送到在波兰布雷斯老和华沙的工厂总装 黄蜂的火炮采用一门105毫米28倍镜LEFH 18型榴弹炮 这是二战初期德国陆军师的标准轻榴弹炮 但是在整个系列中属于老旧型号 但因为安装了炮口之退气的缘故 外形和1940年投产的 LEFH18M相似 能够使用6号装药射击 因此射程仍达到10650米 与LEFH18系列的后期牵引型号相同 这门炮在黄蜂上的射角是幅度到42度 左右水平射界为17度 由于车体较小 黄蜂鞋弹量有限 车内只能携带30发弹头 包括18发普通引信榴弹 4发霜引信榴弹 还有8发穿甲弹 此外还有一挺机枪和两支冲锋枪用于防空和近战 但一般很少使用 黄蜂的装甲相当薄弱 战斗士正面和侧面都是10毫米 后部是8毫米 全车最后的是30毫米厚的车体前装甲 可以说挡不住任何冠以反坦克之名的武器直射 但这一点却是有意为之 因为2号底盘实在太轻 改装过的车体重心已经很高 没有在加后装甲的余地 不过从使用上看这个问题并不突出 因为黄蜂一般在战线后方活动 遇到直射火力威胁的时候不多 装甲只需要能挡住榴弹和弹片即可 并且该车体机较小 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被打中的几率 黄蜂成员为5人 驾驶员位于车体前部 狭长突出的驾驶舱内 这是全车唯一一个被装甲全面保护的成员 炮掌和无线电源位于火炮左侧 车掌和装填手位于火炮右侧 相当拥挤 在设计时往往会打开后门增加活动空间 由于人数有限 实战中无线电源也必须协助装炮弹 而炮掌和装填手也接受过电台使用培训 实战中最容易出现伤亡的是 装填手 因为他工作时身体往往暴露在装甲保护范围外 黄蜂投产后立刻运往东线准备参加夏季攻势 并在库尔斯克战役中首次投入使用 当时计划每个装甲师或装甲步兵师的装甲炮兵团第一和第二连都装备黄蜂 每连六门 而第三连则装备六门150毫米的狐蜂 实际上一些装甲师得到了三个连18辆黄蜂 1943年5月末已装备了六个师 其中第17装甲师 大德意志装甲步兵师 党卫军警卫骑队师 帝国师各12辆 第三和第二十九装甲步兵师各18辆 一个月后又装备了九个师 到年底十亿装备了三十个师 黄蜂在库尔斯克的表现颇为成功 提供了德国装甲部队期待已久的伴随支援火力 虽然当时没有达成预想的长距离突破 黄蜂也为充分展示跟随装甲矛头推进的能力 但这种自行炮能在射击后快速转移阵地 轻松回避对方的反炮兵火力 这一点在德军师级火炮射程 逊于对手的情况下非常重要 在奥料尔西北约50千米处 曾发生过八辆苏军坦克试图突破黄蜂防守的阵地情况 黄蜂在1.5千米距离上混用穿甲弹和高爆弹 轰击苏军坦克 由于火力凶猛 苏军坦克最终退走 黄蜂安然无恙 但这个战力并不具备普遍意义 如果黄蜂被逼入绝境被迫和对方的步兵或装甲兵进战的话 由于装甲过于薄弱是很难幸免的 基于黄蜂的成功表现 元首决定将其放在2号底盘改装车辆的低生产顺位上 黄鼠狼2因此停产 黄蜂的缺陷主要是受限于原车体的重量和体积 2号F型车重约9.5吨 改造为黄蜂后车重增加约2吨 发动机仍为138马力明显过弱了 虽然从数据表格上看齐最大速度为40千米每小时 巡航速度为25千米每小时 但有资料称齐在使用中必须限速 实际速度只能达到牵引式榴弹炮的三分之一 最终减速器载过急弯时频繁出现故障 当地形崎岖时制动器刹车片及其固定锚钉经常损坏 悬挂部分由于为了承受火炮后座力在改造时就增加了缓冲器 倒似乎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第三装甲步兵师装备了18辆黄蜂 在数周战斗后只有11辆仍在作战 而第26装甲师的12辆黄蜂在参战1月后 仅有两辆仍有战斗能力 在撤退过程中不得不自行炸毁了三辆无法移动的黄蜂 而同期因为敌火损失的黄蜂也不过两辆而已 实际上战斗中直接损失的黄蜂比较少 1943年底的统计中 30个失中的黄蜂大部分是满源或者接近满源状态 在意大利战斗的黄蜂被更多机械故障困扰 一名德国军官在报告中称 在意大利从来没有将装甲师的自行火炮集中使用过 一般都是以排或者单炮形式战斗 因此没有取得任何战术上的经验 这其实是个较为委婉的说法 据说一些部队直接要求换装牵引式火炮 似乎传统的车炮纵列在山区的通过性能 还要优于黄蜂 黄蜂自身携带的30发弹药 不足以应付持续战斗的需要 必须与弹药车配套使用 这一点在其正式参战前已被考虑 解决办法是将黄蜂的105毫米火炮卸下 正面开口用装甲板封闭 内部多出来的空间安装弹药架 它可以装载90发炮弹和对应的药桶 这种弹药车和自行炮之间高度通用 可以在野战修理厂方便转换 好处是当黄蜂瘫痪时 可以将火炮转移到弹药车上 形成一辆新的黄蜂自走炮 坏处则是平时有个黄蜂车体 被用来干杂活 不好说到底值不值 而湖峰的弹药车也是同一丝路的产物 黄蜂弹药车于1943年6月开始生产 在其服役前前线的黄蜂部队只能拿普通卡车凑合着 总的来说黄蜂在东线表现不错 其生产一直持续到1944年6月苏军逼近工厂失去生产条件为止 最初下了1000辆订单 实际生产了676辆黄蜂 外加159辆黄蜂弹药车 在1945年3月的报告中 德军仍有307辆黄蜂可供作战使用 但现在存世的据我所知只有6辆 其中3辆完好 德国蒙斯特装甲博物馆有一辆原型车 俄罗斯库宾卡和法国索缪尔各有一辆生产型 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大家订阅这个油管 说历史频道 我们下期见